我觉得首先对于这个结果吧 我觉得自己还是很难以接受 觉得还是 对不起我们这个团队吧 就是为我们这个训练也 也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吧 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的 比赛的过程包括结果 我觉得没有做到我们最好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很满意 也不太能接受这个结果 转折点还是在第三局吧 其实三四局的时候 我们在中局都有领先过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被转折的 还是我们第三局 七比六领先自己接发球的时候 吃了一个发球 那时候我觉得人还是太着急 在这么好开局的时候 太想把这局拿下 心理上出现了一些波动 我们两个人说 首先是没给自己一个好的结局 包括全国人民也都期待着这场决赛 我觉得在之前的一些备战里 我们也吃了很多苦 但是最终经济体育看的是结果 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 但是大家都会记住谁站在冠军领养台上的那一刻吧 打完比赛可能我们也是在颁奖 没有跟教练和领导有一些沟通 我觉得这个结局 其实中国队 整个中国队都接受不了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